剛剛跟各位提到有關那個就是 有關那個什麼 MySQL有沒有 OK 然後PHP加MySQL那部分 其實我在那個 我的那個 你們Google吳老師 好像第 第二個還是第三個吧 第三個 就是我的教學論壇 這個教學論壇 實際上就是用那個PHP加MySQL弄的 OK 其實就架一個Web Server的網站 然後跟那個 這個這個 跟Synets買一個那個 這個網址 我是idv.tw tqc.idv.tw 這個網址 然後我只要有一臺機器 反正放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網 這個 這個帳我記得也弄了差不多 差不多快十年了吧 OK 而且行動弄的也都沒什麼問題啦 它就一直擺著擺著 其實也都 其實沒什麼在維護啦 裡面如果說有一些文章 其實這邊也有 OK我把它稍微分類一下 比如以Sail VBA Python 然後Python的程式證照 跟開發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裡面偶爾會貼一些東西在上面 OK 它實際上弄起來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啦 這個 這個說真的也要花一點時間去 去弄這個 如果這樣 如果你們想要架 架設像這樣的東西的話 除了說可以用那個SAMP 你找一台電腦放上去 然後但是你要有一個IP位置 可以連到那個網路上面 人家可以連結 其實就OK了 就可以當SERVER了 另外的話呢 我後來是買一個裝置啦 那個裝置的話是 叫那個NAS NAS這個東西 NAS這個 其實 它也可以在上面 安裝買Seql 也可以裝PHP 那我就買了一個 像那個Synalogic 群暉的這種 如果我最近是 買了一個價錢 由低到高 OK 不是這個 群暉的這個網路硬碟 OK 然後 之前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買了一個大概 一萬塊左右的吧 買了一個這個 218加的 更高的等級的 大概花了大概一萬塊 不過 就是 這個啦 218 plus 這個 OK 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其實 它基本上就是一台SERVER 裡面的話 等於你可以架佔 然後你要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用途 甚至當然結合 這上面有寫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那像Python也可以把它架上去 也就是說你將來你要做一些 用途的話 而且 它等於是一個私有雲 就是說如果你擔心你資料放在Google上面 上面會有疑慮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家裡或者辦公室也就可以架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需要什麼東西嗎 其實如果你家裡本身就有光簽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弄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光簽本身就有一個固定IP 只是一般人不會去申請 如果你有一個固定IP的話 或者不一定是固定IP啦 其實也可以拿來架帳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手機做串接 然後你隨時 就是要去存取資料也都是沒什麼問題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大概說明一下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查詢部分 那查詢的話 不過在講查詢之前 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有關的 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今天 剛剛執行完之後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目前有50筆資料 有沒有 但如果說我現在假如說 我再繼續再執行一遍的話 你會發現又新增成功了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資料把它切過來 再切過去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裡面Member01 現在有幾筆資料 100筆資料 那如果再執行是150了 200 好像不太對 為什麼越來越多 因為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檔案物件是有W模式 W是複寫對不對 然後A是 Append的 那跟各位講 資料庫呢 其實只有Append的模式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其實就是類似那個list裡面 Append 就把它放進去 放 一定往下一直往下放就對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一般是這樣 就像你手機有沒有 你要連上去 手機會先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那個版本是最新的 什麼版本 就網路上資料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怎麼樣 把你的舊的刪除 然後呢 再下載最新的 如果已經是最新版 它就直接打開了 OK 所以其實 手機的App 或者是說 有一些程式 其實運作原理都差不多 所以未來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你應該是在什麼呢 在你要Insert into之前 先怎麼樣 比如以這一題來看 先把舊的刪掉 再放新的 這樣就沒問題 所以我要怎麼樣先刪掉舊的 一般是 當我連線資料庫之後 在第三行的這個下面 Enter一下 然後呢 我就 在Create這個table之前 我可以先把 Create的之前先刪掉舊的 OK 那怎麼先刪掉舊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刪除 如果我今天的假屋是 新增資料或是CreateTable 如果刪除Table的話 譯法是什麼呢 其實他也蠻人性的 叫Drop Drop Table 然後呢 後面可以加什麼 底下CreateTable是 If Nut 如果不存在的話 就新增 但是呢 Drop的話呢 剛好顛倒 是什麼 If什麼 If exists 有沒有 所以沒有Nut 如果那個Table存在的話 就幫我Drop掉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所以後面就不用了 因為Drop的話呢 就不用管打 所以你後面這個有沒有 就可以刪掉 留下後面的雙引號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然後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把什麼 把資料庫當它 資料表 當它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把它刪除掉 刪掉 OK 如果它存在的話 這樣的話呢 意思是說 它就不會一直增加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除了用這個方法 Drop之外 另外我 好像上個禮拜跟各位講 你也可以用Delete 有沒有 Delete from 那個Table 後面不要有會 會有哪一個欄位 什麼 比如說 Lumber等於 一號二號 就是 一樣可以把資料全部刪 你應該還有印象吧 有沒有 Delete 用Delete也可以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剛剛是會不斷增加 有沒有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 假設我現在把它再執行一下 一樣新增成功 那其實它因為有經過那個 Drop的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重開一下 這個 OK 然後一樣 Table Member01 這個就50個 有沒有 那如果再跑一次 它一樣先Drop掉 然後再 所以你會發現 再切過來 它可能又Release 有沒有 再 點一下 還是50個 它不會一直增加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我這邊有 在我們雲端上面 51頁的地方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剛剛是這個方法 DropTable IfExist OK 那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Delete from Member01 就可以了 至於哪個效率比較好呢 其實應該Drop比較快 Drop就 Table刪掉就好 如果你Delete 它是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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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以 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Delete 其實反應速度怎麼變慢了 OK 所以當然Drop會比較OK一點點 不過 以我們這50筆 你等一下試試看 根本一點差也沒有 因為資料太少了 回去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有沒有 手邊有沒有大量的資料 塞個 至少要塞個 塞個100萬比看看吧 試試看 跑跑看 DropTable跟Delete 回去可以試看 如果回去有試 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我講一下 OK 之前真的有同學 對啊 放好幾Giga還是要進去試 OK 試了之後 果真就是有差別 OK 所以 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 除了說那個 Insert into 除了說 跑回圈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叫XQMany 就是說我們可以先把它串接成一個串列之後 再一次性的就執行新增的動作 就是塞一個字串 不是塞一個串列給他就可以了 而不是塞一個字 一個一個一個給他 是整筆給他 所以 不過這個方法當然 你可知道可不知道 因為其實不知道 你還是可以Insert into 只是說 這個方法 好處就是說 它的寫入的速度會相對會比較快 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有試過 好像快不了多少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方法 提供給各位放在這邊 至於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方法 因為我是去找那個官方的網站上面講的 所以你會發現去官方的網站上面 他你也可以切到 這個簡體中文 裡面就有講SickleLite的方式 裡面的話就有一個 SickleLite的方法 有沒有 他這邊有一些說明有沒有 怎麼是SickleLite3的一些相關的方法 OK SickleLite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一些 模組裡面的方法不知道的話 其實在Python的官網上面 都會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只是說 你大概只能看到的版本 不就是英文版 不就是簡體版 看哪一個會比較習慣 有時候我看那個簡體版的說明 怎麼看就怎麼覺得就怪了 所以有時候乾脆就看英文 好像還比較快一點 不過有些東西是看Keyword 所以有些東西我會拿他提供的SampleCore 然後來Try OK 有時候就是我為什麼 比如說你看我上面的那個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官方提供的那一些程式 然後我去Try出來的結果 OK 那至於怎麼寫 他當然沒有一個完全所謂的標準答案 反正你Try出來可以Run OK 那就是一個對的一個寫法 OK 其他部分請各位參考一下 我這邊是有個連結 超連結在這裡 OK 所以如果想要看的話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有關就是再從資料庫讀取 那讀取的話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全部讀取了 所以剛剛我們可以把查詢 上個禮拜那個查詢把它再複製一個吧 slate and member好了 上個禮拜是什麼 slate所有的這個是新增查詢 那查詢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資料幫我全部都 全部都查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個修改先把它關掉 OK 那我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member01 然後 不過這底下的這個東西可以再把它修改一下 那這邊因為有寫好的話 這個拿來用 就是這個 有沒有 select所有的欄位 from那個table 然後去執行之後 那其實這個等於好像不加也沒關係 不用丟回來也沒關係 那欄位名稱給他 然後最後的話把得掉的這個curse裡面 每個每個的列分別把它print出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誒 拿掉了 你剛剛把curse拿掉了 curse 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好像不行 要不然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我記得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要這個來接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好像exque 這樣子 用 因為你exque 你用come可以exque 你用curse也可以exque 但是如果說你要用select的話 你一定要 我記得好像用curse的exque 才會有資料丟進來 OK 執行一下 你這樣OK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是為什麼你的程式有些是用come.exque 有些用curse.exque 其實兩個都可以啦 因為兩個都可以跟資料庫溝通 但是差別的地方就是select會有差 其他都沒差 select的話呢 如果你用come.exque的話 要不就是你用exque去前面切 要不就是說你用 乾脆用curse去exque OK 所以會有這個差別 其他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 執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也不會有同學說 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我只要兩個 來姓名跟手機的話 怎麼辦 之前有講過嘛 如果你要姓名跟手機 關鍵在這裡 select有沒有 所有欄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可以什麼 我只要姓名在B欄 電話在E欄 有沒有 類似這樣 selectB欄跟E欄 from那個table 那exque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那個 這個可能拿掉一下 只有什麼啦 姓名跟手機 那得到的結果的話就是 只有1跟2 沒有後面的幾個 所以這個的話拿掉 應該只有2個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就只有2 其他還有 其他的查詢方式啦 其他的話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如果你要查什麼 查編號的話 你後面可以加什麼 會有 有沒有 請輸入編號 你就把那個編號輸 比如說我要查1號 就像說現在不是有那個 條碼機嗎 一逼有沒有 其實就是做這個動作 他就把那個 呃 條碼機讀到的編號 send到 其實他模擬鍵盤啦 就幫你打那個編號嘛 然後丟到那個 就是程式 他後面就把那個 串到後面來 就那個編號 他就把資料給 幫你帶帶過來 OK 所以其實背後都在做這件事情 OK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文字查詢怎麼查 日期查詢怎麼查 用日期的話between 那如果文字的話 特別重要 你會發現如果是數字的話 直接等於後面的編號就可以 但是呢 如果用文字的話 比較麻煩 文字特別重要 因為文字不能用等於 或者大於小於 因為他不是數字 對不對 所以特別重要 他的比較的這個運算值要like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查什麼 查一個全文檢索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查什麼 查某一個會員 OK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會員 你可以拿這個來試 比如說我想要查 哪一個會員呢 我就查這個 關鍵字的話呢 你可以 請輸入那個姓名 假設我要查那個姓名 我只知道那個先生姓王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王什麼 OK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可以把這個 我剛剛全部查好了 那試一口魚 所有的欄位 會有B欄 B就是姓名 like 後面的這個關鍵字 啊什麼叫關鍵字 特別是說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 不管前面是什麼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就是中間只要有那個字出現 或那個詞出現 他就會出就像Google一樣有沒有 你只要打開關鍵字 他就自動出 為什麼 因為呢 前面他是有放一個什麼 百分比符號 百分比符號 特別是說這個就有點像那個萬用資源 在Excel裡面或SS常用信號啦 不過在Seql裡面 大部分都是用百分比 但是有例外的 我記得好像SS又跟人家不一樣 SS好像用百分比 你用 用那個信號 你用百分比好像不OK 有一些資料庫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我來指引 比如我想要知道說 那個 有沒有一個 那個姓王的那個什麼呢 會員 姓王的這個會員 大家不知道叫什麼 王什麼先生的 有沒有 找到了 這個就出現 王童葉有沒有 OK 他就幫我帶出來 那但是他有沒有 不對 因為底下 我剛剛這個底下 把它改掉了 所以理論上這些都要把它恢復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針對那個 這個查詢部分 再做練習 查詢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第54頁這裡 可以查詢編號 查詢關鍵字 另外的話 還可以查詢日期 Between and 對不對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你可以加一個Between 然後給一個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實利用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就可以做出很多查詢系統 OK 尤其是常遇到的就是像什麼關鍵字查詢有沒有 OK 或者是說呢 剛剛跟各位講 就是比如說 人家用什麼那個 會員可能他會有個條碼 然後你就掃一下 B他就會自動輸入 自動把那個人的資料帶出來 那背後運行的 運行的邏輯 還有方法就跟這個一樣 就是下一個slate的語法 slate的所有fromNumber01 會有A欄等於 就是把他的那個 編號 帶到字串裡面 這個字串再丟給資料庫 他就幫你把資料撈出來 理論上編號是不會重複的 所以一定會是那個人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其他還有像關鍵字 還有像日期 所以常見的數字查詢 就是等於小於大於 或者是小於等於大於等於 大概類似像這些 關鍵字查詢的話 就是前後加百分比符號 大概是這些 我想這些就足夠一般工作這樣使用 如果還不夠的話 各位可以再參考那個seql 這個seqlite官網 或者是seql語法的相關的進階應用 OK 試一下